那我们主要诉求呢 今天主要诉求叫做政府无能 青年失业 青年失业 三二九上街头 那我们是不是先高举我们的一双一只手 我们先来喊一下口号 来 政府无能 青年失业 三二九上街头 我们再一次哦 政府无能 青年失业 三二九上街头 好 那我们现在来进行我们失业抗议失业 那我们先撕一半 来让我们的媒体朋友 了解我们对于政府的拔剌政策 有多么的愤怒 希望三二九全国的青年朋友 都能上街头 那我们一次把它撕掉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现在请大家请坐 那 我们民进党青年部 在二月初的时候 我们有召开一个记者会 公布那个政府啊 在失业率这个公布数据上面的一个大黑数 那现在已经据我们统计哦 据民间企业人力银行的统计 现在还有将近三十五万的青年朋友 上网登录要寻找工作 那我们在做青年工作 我们这些好朋友们 我们就是非常担心 青年失业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严重 但政府都还没有正视它 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来 所以我们在上次二月初 开完这个失业大黑数的记者会之后 得到很多年轻朋友的响应 那我们也因为这些年轻朋友的响应 我们组成了一个青年寄居蟹联盟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青年寄居蟹联盟的一个logo 大家都知道寄居蟹就是寄居在贝壳里面 那也象征的就是说 我们现在年轻人 一出了社会就找不到工作 只好回家 寄居在老家 啃食父母的老本 那上面我们寄居蟹的贝壳上面 有一个学士帽 就代表现在高学历高失业率的情形非常的严重 那我们这些青年朋友找不到工作 只能躲在这一个壳里面偷偷的哭泣 这也就是我们这个青年寄居蟹联盟 在因为这样的状况之下 而大家共同来组成这样的一个联盟 那我们这联盟 很开心有很多好朋友 有一些青年团体的好朋友 都有来共襄盛举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 我们首先发起 我们共同召集人之一 也是我们一开始就先发起 我们民主进步党中央党部青年部的主任赵天琳 那也有我们台湾青年民主联盟的主席周渝修 那也有我们台湾青社社长蔡逸竹 还有我们的副秘书长房慈慧小姐 那还有我们TWFUTURE 那个团队的瓦辛尹纳 那还有我们的麦如 那这边就我们那个台湾青年公民参与协会的执行长 我们都叫他老王 我找一下名字 叫我王阳宇 那还有我们那个台湾青年公共事务协会的理事长沈志玲 那也是我们现在目前在失业的一位青年朋友 那首先呢 我就来邀请我们民主进步党中央党部青年部的主任赵天琳 赵主任来为我们简单做一下意见的发表 谢谢 谢谢敏申的主持 我们在座所有的伙伴 以及我们在场的媒体朋友 大家好 我们今天是抱着沉痛的心情来开这个记者会 那这也会是我们最后一次的在冷气房里面所开的记者会 因为过去我们在座的许多的团体伙伴 我们大家互不隶属 都是独立的这些社团 我们在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时间 我们都对了马政府提出了非常沉痛的呼吁 要告诉马政府说 现在的青年失业真的很严重 一毕业就像失业了 那在这种失业的冲击之下 我们看到马政府所提出的这些政策主张 要不就是空抛弹 要不就是无法落实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整个六月份 当失业潮失业大军 30万的这失业大军 在加入现有的40万的失业人口情况之下 我们很害怕说 在整个失业率充高的情况之下 青年会成为最弱势的一环 所以我们决定 我们不要坐而言 我们要起而行 我们就一定要329上街头 我们将在3月29号的那一天的下午3点29分 在101商圈 也就是最热闹的这个信义威秀 以及呢我们的星光三月的那个马路上面 我们进行一场大型的行动剧 这行动剧的名称就叫做329失业典礼 我们就要透过跟剧场的合作 透过跟青年团体的合作 我们邀请所有的在101商圈逛街的 在101商圈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 我们未来的这些年轻人 一起去展现我们对马政府的抗议 那当然我们也不排除 329的抗议 如果再没有办法得到善意的回应 后面可能有更大的 更大规模的一个抗争 不过我们现在 待会也会公布我们的这个 失业的大网站 我们希望说能够透过 多媒体的一个方式 让更多的这个年轻人 你面对失业的恐惧的时候 你可以得到一个依靠 我们一起走上街头 所以我们初步先向大家 发出这样的一个号召 3月29号3点29分 我们101商圈见 谢谢 那接下来 不好意思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我们 台湾青年民主联盟主席 周渝修周主席来为我们表达意见 各位记者媒体朋友 大家早安 各位伙伴大家早 我想台湾青年民主联盟 会跟民进党中央党部青年部 一起来发起这个活动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 坦白说 亲蒙我们个人的会员 失业的比例也很高 就是说年轻人 在这一波里面 变成就像赵主任所讲 是最弱势的一环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就我个人本身在 议会担任助理 我发现一个非常 沉痛的现象 就是过往找工作 大部分都是中高龄 可是最近这两个月以来 通通都是年轻人 而且都是三十岁上下 那就像鸡鸡蟹肯老族一样 都是爸爸妈妈 帮小朋友递履率来 然后每天打好几通电话 所以我们非常忧心 这样的状况 所以跟中央党部的青年部 一起来配合这个活动 那也要呼吁 全国所有的年轻朋友 一起来关注 一起向马政府 提出最沉重的抗议 谢谢 好 我们谢谢我们周主席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 我们台湾青社社长 蔡社长 蔡毅竹蔡社长 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看到电视 那个马总统去南部 然后做面包 他非常有感而发 讲一句话说 赚钱真的不容易 那作为一个 那个青年社团的代表 我要对马总统 非常沉痛的讲一句话 这句话你现在才知道 那么因为我本身 我现在是教师 那么我在一间 就是私立的技术学院教书 那么六月马上就要来了 那个就业大军 我们不知道现在要讲 事业大军还有就业大军 马上要加入这个市场 那么要对这个政府讲 就是说 其实大家都当过兵 大家都知道 现在所谓的这些 救急的这些方案 是在搞什么飞机 这些做所谓虚音故事 这些做美化的那个数字的 这些动作 其实对 挽救现在的事业 完全没有作用 那么要对现在年轻朋友 讲的就是说 希望你们 勇敢的站出来 去表达说你们现在 真的找不到 这个工作的这个苦境 现在暂时还可以躲在 这个寄居蟹壳里面 但是如果寄居环境 再坏下去的话 可能连你的父母 这个壳都没有了 好谢谢各位 谢谢我们蔡社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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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